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大家都知道华晨宇是华语乐坛之神 他的音乐和舞台表现力一直备受大家的喜爱 但是最近华晨宇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而这一次的攻击手段竟然是由周深一首歌完成的 但是华晨宇却意外成了这首歌的牺牲品 因为在歌曲的一段旋律中听众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然后发现这段旋律竟然是华晨宇在另一首歌中的旋律 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争议 然后周深的粉丝发声力挺认为周深并没有抄袭 而是在用华晨宇旋律的基图上创作了全新的旋律 而华晨宇粉丝则是相反的观点 认为周深抄袭了他们偶像的旋律 在这场口水战和争论中 周深的大于一举成名 似乎要把华晨宇颓翻下台了 但是仔细想想 这件事也没有多大的道理可言 华晨宇和周深都是优秀的歌手 他们的音乐魅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旋律也不仅仅是一个人或者一首歌的拥有 在音乐世界中旋律可以自由地流动和传递 并且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创造自己喜欢的音乐 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追随 但是在大众视野中 华晨宇的曝光度已大不如前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这幅两年之后 他飞升成了歌迷口中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而且华晨宇本人也认领了这一称号 淘尽目光满是担忧向他发出灵魂拷问 你快了吗 只有尚文杰 如蜜之音激动万分直呼 他是天才 他是天才 戳道后的他立的是火星少年的人设 性情迟钝孤僻 不懂人情往来 只会埋头做音乐 唱歌时是另一番画风 台风自行嚣张 演唱迷离魔幻 当然相当大的一部分听众表示理解不来 更难听点的 直接把他与神经病杨巅峰画上等号 一路走一路唱画风另类如初 伴随着无尽的质疑和冷嘲热讽 他已然问鼎 华语乐坛之深 殊不知这也正是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世人看不穿 外界评价走一道 华晨宇走另外一道 前者的情绪可能会被后者牵扯 但后者心中的小算盘 还有条不紊的打着 任他吵任他笑 他唱他的他嫌他的 杨密撩他满脸呆不为所动 对待张碧晨他以兄弟相称 听到为爱鼓掌 他装傻充乐一副闻所未闻的模样 旅行时安排他和别人睡一块 他满脸抗拒表示会神经衰弱 问他以后娶媳妇该怎么办 他答约我可以不娶 直到他与张碧晨无姓生女被爆出 才彻底没来装下去的动力 风平前后有差 他也正好说明了大众对他的认知 在一段时间里被蒙蔽 被刻意引导的 众所周知 天才里有怪咖 但不等于所有的怪咖 都是天才 华晨宇的营销前提 偏生就是模糊了这一概念 人为消极了天才和怪咖 直接的偏差 正常的顺序应该是 歌手唱好了一首歌 惊艳到一小步人 然后这一小部分人 再安利给大部分人 而人设的神奇魔法 在于先入为主 营销团队向营销号下发 统一口径的说辞 粉丝充当免费劳力 四处空评 四处分散 略登文学 各部分就位 别管你听没听过 对华晨宇这人的印象就是 有些孤僻的音乐才子 贩卖人设 粉丝买单 对于粉丝而言 华晨宇更为蛊惑 相比于拉拢入人员 迷惑粉丝就简单得多了 他们喜好分明 可以轻而易举地投其所好 就拿粉丝热衷于造神 共神这一点来说 华晨宇不识人间烟火的形象 就一记一旧 在各种人设中 美强惨人设可以堪称顶流 一方面 强能让粉丝的目强心理 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 惨又让粉丝泛滥的爱心 有了归处 华晨宇在粉丝心中的形象 怎么不算是标准的 美强惨呢 他足够美 有没有落在大众的审美点上不重要 重要的是落在粉丝的审美点上 参加快乐男生海选的时候 他起貌不扬 戴着黑矿眼镜 皮肤有黑 还长了痘 却胜在气质独特 节目组发了疯的 喊着他的参赛编号 镜头一转 本真正抱着键盘 缓慢夺步 舞台上的他 唱着自己的吴姿歌 神情专注 丝毫不在意台下评委给出的反应 好像天地之间就只有他自个儿 戳到了 红了 改头换面了 牛海儿 扮着眉眼 画上小炎勋眼妆 姐妹狂针 光是外表就更符合粉丝心中 关于美的定义 外人看来 他怪异 他哗中其宠 但在粉丝看来 他是不一样的烟火 他足够惨 走路都走不稳的年纪 就遭遇了父母离异 从小没有母亲的庇护 父亲也吝啬给予陪伴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害怕鬼怪 却无处寻邪恐惧 只能把蝙蝠侠 蜘蛛侠的玩具摆在床头 期待他们能保护自己 再长大一些 只能够对着钢琴和墙壁说话 如愿考上武汉音乐学院之后 他常常遇到老师的否定 说他唱法不科学 不专业 从小到大 隐在人群中不善交际 性格木讷少言 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与别的选手格格不入 每当他路过 大家都觉得像是一份 阴风刮过 节目正在进行中 他因受到上文杰的另眼垂青 而备受争议 进入二十强的时候 因为外界看法 他一度萌生退役 导演出马 强力挽留 他才没走成 殊不知 虐粉正是选秀的惯用手法 虐得越狠 粉丝越心疼 越觉得自己对偶像的支持 还不够 阴差阳座间 华晨宇在比赛期间 就招募了一大批死忠粉 出道之后 各路资源从天而降 争议质疑也加倍来袭 劈头盖脸的落到了他的身上 粉丝一看更揪心了 觉得自家的偶像 更加需要自己的守护了 他们互主 他们控屏 不知不觉 成为营销的天然驱动力 帮忙强化人设 且乐在其中 你越是觉得 华晨宇的风格疯癫 他的粉丝粘性就越高 2020年 他在歌手上接连的 拿了好几个冠军 碾压节目中的 其他的实力畅象 从此时起 用营销号点的实力 已经逐渐的失效了 许多人嫌他的舞台设计浮夸 嫌他手上频繁的小动作浮夸 嫌他上蹿下跳浮夸 嫌他的生思力皆浮夸 在一部分人的眼中 他已经被扒下了 大魔王的外衣 被开除歌手级 丢回到了偶像群体里 可惜了 从不了仙也落不了地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